今天教大家做一个波波鸡啊 我看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波波鸡 这波波鸡原本是四川乐山的一种小吃 那顾名思义了 这是波波里边装的鸡肉 说到这儿就有的人会问了 波波是什么东西啊 波波其实就是一种瓦罐 就是一种陶瓷做的一种瓦罐 随着这波波鸡面向全国 这做法也多种多样的 随着地区不同 融合的做法也不同 咱废话也不多说了 说白了就是你喜欢吃啥 这穿点啥放在里边 这都叫波波鸡 我今天做的这个波波鸡里边放了大虾 还有这个笋尖 还有一些碗类 就正常穿串就行 喜欢吃啥咱就放点啥 如果说你们也放这个碗类的 咱就注意说 等这个碗解冻了再穿 这样比较好穿 这冻的话特别硬 穿不好容易还容易扎手 穿串呢 大家就比较随意点就好了 喜欢吃什么就穿什么 也没有什么多介绍的 重要的就是波波鸡的这个料汁 正常波波鸡的料汁呢 得熬出来一个料油 料油得用这个葱姜蒜 八角香叶 桂皮 白蔻 山奈 蒜子 干辣椒 小葷香 香菜头等等 这一系列干料 熬出来一个料油 然后榨出这个辣椒油 然后再用老母鸡掉个鸡汤 然后放在一起 才能做出这个料汁 让大家也看到了 我嫌太麻烦 我用的现成的波波鸡的一个调料 这个调料 我给你们放出床了 想要的自己去找啊 煮串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 但是大家记住一点 一定要先煮青菜啊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先煮荤菜的话 这个水里会有沫子 这个沫子在煮青菜 这感觉比较脏 然后教大家一个煮串的 一个小技巧 煮串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签子 都给它放在这个锅的手柄上 有值得为啥这样放呢 可以打在评论区里 让大家看一看 煮好的串 给它放在咱们 兑好的料汁里 泡个15分钟左右吧 拿勺子往上浇一浇这个汤 让它上下都能沾到这个汤 这波波鸡 咱就做好了